敢對女生動手動手 先過這一關再說 因為我覺得現在就是社會社會非常好 那女生盡量不要讓自己保護危險之中 像是單獨收的朋友家 或是跟朋友的朋友在夜車 或是飲酒 那這些我覺得都應該要比才可以好 對 就是讓自己在安全的範圍內 才不會受到危險這樣子 那你有沒有遇到類似性騷擾的經驗 那時候你是怎麼遇到 因為我們的工作關係 所以常常在一些秀啊 在一些展示啊 那我們都是很快到處工作人員 然後更好的時候就再累了 今天是青春專案開跑的第一天 那以往我們都知道 年輕朋友很喜歡在玩電玩遊戲 那我們透過這次跟宜峻公司我們做一個合作 透過我們正當的一個反毒 反詐欺 反詐騙 然後反霸凌 反性侵等等 我們把這些宣導透過遊戲裡面 我們來教育也是宣導正當的一個正確觀念 那以往我們所有大概相關的一個宣導都比較會比較生硬一點 那這次透過比較活潑生動的 透過網路來宣導正當的一個觀念 那未來我們也會到校園裡面去 有快閃活動等等 那跟年輕的朋友一起來關注這個治安議題 我們要在晃年輕的開始 我們要輕輕的習慣